號稱離新鴻最近的溫泉 萬座溫泉 哇~~ 天啊 這看起來也太和平了吧 好美喔 有什麼好看的 很好看好不好 這完全就是我的夢想之一 享受 真第一享受 哈囉 大家好 我也是冰棒棒 今天 YO 今天是我們 日本追求旗幟 大家都知道的第二集 上一集是泡了一個 超美雪景溫泉 今天呢 號稱離新鴻最近的溫泉 萬座溫泉 哇 來這邊超級麻煩 你從三下上來啊 基本上呢 你看導航是上不來的 因為呢 它會有一條導航的路 它全部都是雪 你要開車 如果除非你有雪裡 不然的話你根本上不來 所以呢 是要走另外一條 那另外一條上來呢 是需要真正兩個小時的 哇 超級久 那一條上不來的路 就是我們剛走路 然後呢 直接硬生生的 再多了快一個小時的車程 超危險的 大家不要學 我們上去之後 我們就想說 因為雪怎麼那麼厚 這樣可以嗎 然後就往前開之後 那個車就開始亂滑了 對 我們下的完全不太急 超級危險 但是這邊景色非常漂亮 全部都是雪山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 在路上了 快到了 待會就讓大家見識一下 離新空最近的溫泉 就是這裡 萬桌溫泉 看到沒有露天風呂 登啦 這邊呢 一樣裡面會有一些 植物櫃的地方 這邊又是植物櫃 植物櫃 然後呢 他們這邊 這個洗手的地方 再來呢 就是可以沖著 這不就可以泡了 對啊 這雲氣其實已經可以泡了 但是 我跟你講 這邊最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的 露天浴池 我們待會要先換衣服了 好 來 來穿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好 因為這個露天混浴 是男女一起的 好 所以來 對 跳一下 嘿 嘿 嘿 這個聲呢 就是 男女露天混浴要穿的衣服 待會兒就從這邊出去 就可以泡了 哦 天鬼 耶 呦 來囉 衝囉 哇塞哇塞 哇塞超級冷 來了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哦 這也是其中一個露天溫泉 然後呢 可以看到整面雪山 有分 女生的露天 然後呢 跟男生的露天 還有混浴露天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走 共用的 對共用的 共用的就是要往前面走 走走走 來了來了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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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的 這看起來也太和平了吧 好美哦 好美哦 嘿嘿嘿 要下來嗎 平常是要穿這個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特殊拍攝 對 所以呢 可以把它拿下來 好帥的耶 來來來來 耶 耶 你要剝掉就剝了吧 我 我裡面穿運動的也沒有人要看 欸 那你就好 我就是來看你們的 真的假的嗎 對 那你就來囉 可以上一些漂亮的畫面 好美哦 好美哦 歡迎 真的不好意思哦 隔壁的大媽也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趕快下來 然後會不會動 這邊是硫磺池 然後呢 我猜這個時候 應該至少有44多 超級燙 欸其實還蠻厲害的 而且一泡下去的時候啊 滑溜到一個不行 我們的硫磺就是滑溜池 我就再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會穿那個比基尼 完全是因為拍攝 完全是因為拍攝 然後一般來說呢 一般來說不是那個紅色 沒錯 這邊呢第三種模式呢 就是可以這樣包著浴巾 然後呢 泡湯 一種就是 露天美人 圍兜兜 圍兜兜 然後呢 另外一種就是這樣子 包著毛巾 然後或者是你要直接圍兜兜 然後再加毛巾 就三種這樣子 阿傑第一次包浴巾 肯定是要給大家好好的看一下吧 來阿傑 有什麼好看的 很好看好不好 好 泡下去囉 泡下去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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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舒服喔 還行啦這個沒有很燙 這邊呢一個美人 然後配外面的雪景 太美了 平常去那邊 是晚上看星星最明顯的地方 對啊 星星會超多客 哇阿傑你有背肌耶 好燙喔 好燙喔 請泡下去 哇 喔我的天啊 這完全就是我的夢想之一 就是在下雪的天氣 然後一天啊白雪 我愛的時候呢 我會這樣靠著它往外看 享受 真滴享受 但是呢有點可惜了就是喔 因為其實這邊呢 就叫做 晶空峰里 海拔超高 最接近星空的 露天溫泉 然後呢這邊是海拔 1800公尺喔 1800公尺 所以呢其實在這邊 晚上來的時候 是可以看得到星星的 那只是可惜 就因為我們是有包場時間 所以晚上的時間就是沒有辦法拍攝 沒有辦法給大家看到那個晚上星空 然後那個星空像泡湯的樣子 啊 真是有點可惜 但是呢沒關係 我覺得早上呢 也別有一般風情 真的是太漂亮了啦 而且這個萬座王子飯店呢 厲害的是 它在這個就是萬座這邊啊 它總共有分兩館 所以呢 如果你在這邊泡這個露天溫泉 另外一館還有 你就直接坐它的那個接駁車 好像半個小時一般吧 然後呢坐它接駁車到下面 旁邊的另外一館 另外一邊其實也很厲害 另外一邊還有那個感覺很像維他命C池 兩邊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這邊 所以呢拍給大家看這邊 然後呢這個泡完湯之後呢 哇超級樂 那我剛剛就去洗澡了 那我剛剛就去洗澡了 待會呢再來跟大家好好分析這邊的佣缺點 哇真的是超級帥帥 給大家看一下穿著可愛的阿姊 這個好可愛喔我的媽呀 然後泡完湯之後呢 先去好好的吃一頓東西 吃飯了吃飯了 好謝謝 這個要錢這個看起來太健康了 綠枝啊青枝青枝 這邊的飯 金融梯套 還有魚子燒 鮭魚鮭魚 溫泉蛋 天啊還有最厲害的 鮭魚蛋 日本的技術 哇天啊蘑菇醬 一大一肉醬番茄醬 夾鮑菇醬 夾鮑菇醬 哇好高級耶 邊吃播邊講一下我們的結尾喔 我個人覺得喔這個星空溫泉 它的優點就是大家都會看到 絕美壯闊的景色 雪景非常之漂亮 然後晚上如果看到星空的話 應該也是很猛啦 第二個優點就是你只要在這邊住一晚 他們這邊是沒有那種湯屋休息 都是休息一晚 然後呢你就可以用抱他們這邊的設施 所以等於是你看你可以用這一管 然後的露天溫泉 你又可以用另外一管的 超級帥 一個雙人房大概就是台幣 可能四千多五千多這樣子 就其實也沒有到超級貴 而且它這邊也是專門滑雪的飯店嘛 所以呢再次感謝我們的滑雪中毒者 幫我們安排這個超級棒的旅程 如果各位想要滑雪 然後又想要泡溫泉 可以聯絡滑雪中毒者 再來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就是它的湯汁非常的純 再來就是呢 也要講講缺點的部分啦 我覺得它其實露天回憶的那個衣服 好像稍醜一點 我看日本在地人其實是 不太穿那件衣服 他們都自己戴喔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的款式 所以也覺得那件很醜 然後再來是 當初可能就是不知道是如何設計 它其實池子是有高低落差的 我們光就是這一趟抱下來 其實看到兩個人摔倒 再來就是 來這邊露天溫泉泡 其實會蠻頭痛的 因為這邊的風非常之大 超級高的 超級高的 對 太高了 然後風很大 而且吹過來都是那種就急冷的強風 其實現在阿姊就沒有辦法泡太久 所以以我這個 就是頭怎麼樣吹也不太會痛的人來說呢 這一趟萬座王子飯店的星空溫泉 極致之堂分數 我會給到37分 好的 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呢 日本追求雞翅汁湯之旅 還有花雪之旅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如果遵守程度帶你來第二次喔 如果大家還是想看我們泡日本哪邊溫泉 歡迎下方留言 謝謝 어를不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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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